虫洞养熊猫真的没话说 真的是在为猫猫们考虑 特别的人性化 又有爱心 还不会扼杀熊猫天性 没条件也会想尽办法给熊猫创造条件 都知道盲小五越过塑料膜 爬上大树 在树上挂了21个小时后后 他就失去了这棵大树 饲养员加班加点的把树给重新包膜 盲小五看到后很失落 郁郁寡欢的 肉眼可见的不开心 每天都会到大树上去看一看 塑料膜是否被拆除 自己是否还能再爬上去 盲仔看到后 生怕盲小五又会像上次一样 越过塑料膜 又在树上不吃不喝地挂21个小时 急忙爬上大树 把盲小五给带下来 盲仔知道这个树很高 待盲小五下来的时候 动作都是很缓慢的 饲养员看到后 给盲小五安排了一个惊喜 院子改造计划就上线了 尽管当时很忙 忙着给奇珍七宝院里 安排通天吊桥的同时 也火速给盲小五的院里 新栽一棵树 剥了盲小五的大树 饲养员们会给小五种一棵 他能自由快乐爬 且安全的树 盲小五一出来上班 看到爱自己谢的外公们 给自己准备的惊喜 获不及待地就爬上去 享受灯顶的快乐 饲养员们真的很细心 在新栽的树旁 还有一个小凳子 这样做 一是可以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因为饲养员们了解盲小五 知道他不会等到 这棵新栽的树扎根后再去爬 而是一看到后就会爬上去 二这个小凳子 还很方便盲小五爬上去 虫洞真的很用心 这棵树选得很好 一段一个差 有层次的 可以增加盲小五爬树的乐趣 高矮任他选择 这棵树在高度上也很合适 没有安全隐患 栽树的位置下面也没有杂物 真的是很适合盲小五 能让他释放爬树的天性 就算小五挂在上面不愿下来时 饲养员们收猫也不会困难 关键是这棵树还是活的 看得出来在选树和栽树 饲养员们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喜欢爬的高树 危险 疯了 有给重新种一棵危险系数低的树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尊重熊猫的天性 虫洞的饲养员们 真的用心对待每一只熊猫